你應該會有一個這個可以CheckNRP 那這個我發現好像是一個大家的想法上面 我們可能做一個算是分析吧 你裝完Nagios那個套件的時候 他是幫你把Nagios這個東西裝起來 可是各項的測試工具還有我們要檢查的行為 他都是放在 你的所有之後會用到的檢查工具 他其實都很棒的 用的LibraryNagios的Plugins 所以剛剛就有夥伴說 為什麼他就照著這個StaveGuide Check那個NRP都不能做 那應該是你的Plugin沒有裝完 你裝了Nagios的NRPE 但是你忘記裝Plugin的NRPE 所以他就沒有把那個檢查的工具 NRPE這個沒有幫你放進去 那或者說放進去之後 因為路徑這個可能不在你的個人的 Personal Share的Environment的變數裡面 所以你也不能直接打CheckNRPE 可能需要把文整路徑打上去 那這個工具是協助先做一個測試 你可以在用戶段本身 你用測H去檢查某一個host的 我用錯台了 抱歉 這一台是Server 我每次都會搞錯 這台是Climb 這台是Climb 這是我們的簡報上面有 角色要搞清楚 有時候你只要玩兩個角色就會有點混亂 我對自己做測試 那這個就會要求說 要求NRPE的Agent回報你的版本訊息 只要能夠看到這個NRPE版本 就表示你的這一台用戶端自己已經裝好一個NRPE 並且能夠突出資訊 再來你就會回到伺服器那邊 一樣做這個檢查 但是這次檢查是 加上你用戶端的位置 能跟著大訊息就表示你伺服器跟用戶端之間的回應是正常的 那這個也常常出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訊息其實絕對沒有問題 真實完進去 搞不好你的Firewall 你的Firewall會打 它是5666 這本來就不見得是一定會被開啟的 你可以檢查一下 這個Po是不是能被暢通起來 所以剛剛前面有一小段是叫你用GRIPP去看一下 Service的5666有沒有寫在你的檔案裡面 這是根據這個來判斷的 那就可以做這個檢查 你確定你的用戶端跟你的NRPE Server之間可以互動完成 你才方便做後續的動作 那我是比較猴急 我先START了 趕快Web點開來看 有就有沒有就 再來摸頭檢查一下 那正常來說 應該比較和許一點的步驟 大家聽講話 講話的氣息也知道 他比較溫溫優雅 我比較高興 比較猴急 趕快動起來 有問題趕快看LOG再來講 如果照步驟來行 照不明 這樣比較瞬息 一定都OK OK 然後再來 你確定OK了 我們就可以介紹一下 你可以檢查的東西 不只只有他的回應 後面有一些相關的 如果你希望說 我能夠用其他的連線方法來做處理 比如說 我想要檢查SSH 檢查SMTP 第一個都是在PLUG IN 底下的這些 應該叫執行檔吧 這是幫你寫好的 依照他來做 那為了避免說 以後你在設定上面 名稱上面解析問題 NOFOCOS這個 我們可以改成 就是標準的 127.0.1 你可以改一下 在這個設定裡面 幫他做一個算是 定名吧 還是算是 定義名稱 幫他定這個名字 那你就檢查 以後直接做這樣 測試 那這個測試呢 我們可以分很多種 第一個 我們說要測服務 這個服務 他現在忙不忙 第一個線上人數 我們就 check NRPE裡面 加上 check users 執行這一個 plug in的動作 然後 以及後續的loading 那我覺得 現在要用 我會忘記 現在要用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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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應該在 用務單來做 到 搭取 那 按 элект ident 要去回報的 不要 回報版本 我希望以CheckUser這個Plugin來回報一下 現在的ConcurrentLogin的狀況 或者是CheckLoad 抓它的現在平均負擔 利用這樣的方式可以開始觀察 如果這樣的訊息有正常的回憶 其實丟回到伺服器那邊 它當然可以用微波圖表來做檢視 所以這邊這個 在本裡面就介紹了很多可能比較常見的 利用CheckNRP檢查本機的狀態 或者是我們的Process 那還有Process可能會有這種被卡死的殭屍的程序 你發現似乎有點就是這樣一直檢查下去 就是用-C的方法 而這幾個CheckTotalProcess 或者是CheckLoad CheckLoad 然後CheckProcess 它其實是先要求它用NRP的溝通方法 回報的時候-C 我要執行的是哪一段的訊息吐出來 所以Plugin 早上也有夥伴說 我怎麼找不到那個Plugins的東西 或我沒有裝可不可以用 沒有Plugin 就等於沒有這些Tool 沒有這些Tool 你就沒有辦法要求它去執行什麼動作 你只有一個 Nagios在這樣接收跟取得資訊的 我們需要這些Plugin來幫你執行各項的 檢查DFCP還有DEMO的檢查SSH 我們不是把它看到錯誤訊息關掉它 它是利用某一項的一個服務程序來幫你做檢查 所以這邊的狀況各位可以去嘗試看一下 尤其是在檢查磁碟機的時候 你要檢查使用者哪一個磁碟機的狀態 那你要幫他設定一下這個路徑上面選項 那值得比較需要各位去注意的就是這個 因為以前用HDA 現在應該是SDA、SDB這樣的格式狀態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修改一下 NRP裡面的Command這個欄位 不是欄位 這個設定項目 這個我們剛剛看的是設定Allow Host 再來就是Command的這區段裡面的設定選項 然後再來找一下 在這邊你要Command checkHDA 那你要修改的後面就是你的裝置 然後現在都是你要檢查的可能是他們的Home Partition 如果是連同檢查Home嗎?或者是其他 你有特別在你的伺服器主機上面 可能是我這是掛Samba 那種Samba掛上去的那個位置 你可以在這邊去稍微調整 那就可以定義說我檢查的位置會是哪一個Partition 那這樣檢查才有意義嗎?不然檢查HDA1一定都報沒有東西啊 或者是如果是SDA1 以傻瓜安裝法SDA1好像都是Swap的吧 現在很多人都檢查Swap了 永遠也看不到什麼訊息 所以這邊前面你會發現好幾項 這都是提供各位 讓各位開始熟悉一下 第一個 為什麼都一直在講Plugin 其實我們用的 我們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人家都已經發好那麼多Plugin 就用它 然後來看有什麼都可以改 然後去檢視 那其中要注意的是 因為你的參數選項 利用比如說 CheckHDA1 人家寫好的 可是我可能要參考的或檢測的不是這個值 那你可能就來設定一下這個 在NRPE.CFG裡面的Command Predicts 就是所謂的命令 命令參詐 或是要命令對應的部分 去修改一下這個 你所要設定的程序 要檢查什麼東西 所以這一段 會蠻建議各位去看一下 去實作寫一下 把這個檔案改一下 然後自己跑一下這個狀態 檢索是否真的有如同 你現在的本機自己去看 OK的 那有吐出來 我們再交給SERVA那邊 來讓它用譜表畫 可以嗎 來 是的 那是因為我彈過來 讓各位看到這個畫面 實際上 我們在介紹它的時候 請各位幫幫幫 我們剛才說請各位來改 Local HOST的檔案 然後在這邊加上 HOST的Defination 就是你的主機的定義 那你改一改之後 我們只加了一段 還有另外一個電腦IP 你只加上 對阿 你只加上HOST啊 你有跟他講說 你要檢查這一台的SSH 還是HTTP嗎 都沒有講 所以你們只看到HOST 這是正確的 是因為我講的錯誤的方法 所以你們得到正確的結果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介紹 建立這個版本 你怎麼寫這個檔案 我們是用通來的方法 你直接在這邊加 那這個檔案 你等一下可以偷瞄一下 後面就有所謂的Service 所以在一樣的檔案裡面 你必須在後面建立 我要管理哪些服務 也就是我們下一個階段要介紹的 你要監控的是什麼東西 你可能要設定的 你可能自訂成Windows 或者是你要自訂的Ninus 你自己去設定一下 這幾台我管理哪些東西 這是我們要設定的管理版本 你想要在這幾台電腦上面 套用哪一些服務 或者哪些要檢查的Loading 等等的 可能每一種主機 你有不一樣的管理的量 警告值設定的全線不一樣 那我們要做調整 所以呢 大家去補充一下查詢 檔案 我剛剛是在這邊做 所以稍微把它補完一下 如果你已經改好 它前面的主機位置 你已經在這邊加上一個ID 換你不加了嗎 如果剛剛有做了這個動作 你有定義一個hostname 你剛剛指定了一個hostname 那你現在要在哪個服務 比如說我直接拉到 我要檢查那一台的SSR有沒有通 有沒有正常的服務 啟動 你可以最偷懶的 你直接在這邊加上你的電腦名稱 那個電腦名稱是你剛剛定義的 在host depilation裡面定義的 那這樣就加進去了 這是最偷懶的方法 可是 不是我們已經試驗過 你可以加參數嗎 可能這台主機 我的警告值是多少 -w 我的critical的值是多少 可能一樣是這個服務 但是我的測試值不一樣 所以應該來說 比較建議的方法 或者正規點說法 你應該去建立一個 這個cfg檔案 就是所謂的你的檢驗版本 那這檢驗版本 就是先寫 這個檢驗版本要套用的 主機IP位置 跟服務名稱 那你就可以用這邊 想設 你可以套用至 你的template 或者是任何地方 你把你所要的資訊 這邊幫你寫好 你把你所要的資訊 沒有補充太多 我知道太多了 把它佈置一段 那這邊第一個 這個階段所介紹的是 時間 找上去有的說 我這台可能要定義 我要監控的是 Walk Hour 還是7-11 7x24 你的時間區段 可以在這邊定義 那一樣都會有Use 然後都有hostname 那這些不管你要查的是什麼 那這些不管你要查的是什麼 系統裡面已經有一個位置 在 少打一個 你的主機類型 Linus Server 或者是Windows Server 它在Template 有定義 所以你可以呼叫它 你的時間 在Time Periods 早上去有說 7點到12點 或者是你想要特定的 我可能只有禮拜一到禮拜五 三 或者是什麼樣的 在時間這邊有幫你定義出來 這邊有定義好的 你可以在這邊 呼叫那時候所定義的 Work Hours 或者是自己指定的 我這個可能是只有 早上上午半天的這種服務 你定義出來 那就可以把這一段 貼到一個新的檔案上面 建立成你自己要給的那台主機 所以最偷懶的寫法 應該是 不是 不是 最偷懶的 如果你沒有特別想法的話 我現在選一個 Hobjet等等 按櫃字 好 Sample好了 CFG 那你就告訴它 Demine 然後第一個 你要先Demine這台HOST 所以它使用的是 我忘記到我做得出吧 60 我這一台可能是DNOS 的P And server 然後我的 HOSTORNAME Demine 還有我的 Alias Demine Demine Service,Service一樣用Use,只要是Use後面這個字,都要參考Template上面寫什麼 在這邊打開,比如說我的應該叫做CheckSSH 然後呢,這裡的hoststem就不是自己掰了 而是你想要檢查在哪一台主機上面,就是你上面所寫的 在這邊定義的,或在別的主機位置上面定義的 那些定義的主機位置都可以拿來這邊寫 然後再來它的Check 多久檢查一次,早上去的時候,我檢查一次之後下一次間隔 在這邊指定它以Minutes分為單位 然後呢,假設一樣是Use後幾分鐘 那我要檢查的那個時間 工作時間Period 那這裡也是一樣,這個我就要去查一下 我們可能,我只記得Work Hours 因為系統裡面有Work Hours跟七成二是最常用的 那你有定義的話,這個地方還有這個地方都是用定義值 然後寫完你的CheckCommand 誒,機子打錯了 上面也有 上面的CheckSSH 好,還好 先寫個樣式 這裡就是呼架你要用的CheckSSH 後面加上點W-C-那一段 你想要檢查它是什麼東西 要把它寫上去 選檔 選檔不是就這樣完成喔 選檔完畢 選檔完畢,這個檔案 你的Nakios並不認識阿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 Nakios阿,我有多加一個新的設定檔 你要來認識這個CFG 請你把你的Configuration File 位置寫上去 所以你編一個範本檔之後 那個範本檔名字必須被加注在這裡 它才會載入進來 那載入完之後 當然重新啟動就讀進來 那為了方便各位的起見 我們這邊就介紹一下 第一個,時間 時間找到就能介紹的Time Period 那你的其他格式類型 Time Period已經有定義了 Linus PC, Windows 還有SWITCH, ROUTER 它有幫你定義幾個名字 你可以在這邊查詢到那幾個名字 可以使用 在這邊服務也幫你定義幾個名字 Long Goal Service, Junior Service 然後你的Work Hour 這裡有一種Veggation的時間 那你可以參考它的 那它已經講好 Ginior Service 你要呼叫這一種 我就幫你定義的時間是7分 24小時到7天 那你定義是哪一種 它有幫你把它寫的一個樣子 所以你呼叫的時候 可以用這一種 就不用再寫時間的那個記號 或者是你不用自己指定 Notification Eatable 這一類的動作 所以呢 因為通常在寫版本的時候 你可能就直接利用 現有的檔案 比如說Local Heads Post Ball Linus 然後系統也幫你給你一個 Windows 可以補合大部分的Windows主機 所以一般你看到說明書上面 就是一些網路的其他作者 通常是直接告訴你說 你就先把這個rename 或者把這個copy 成另外一個檔案 把這個copy成另外一個檔案 看到一個 Windows主機群 一個是Linus主機群 然後再把裡面 就是我一開始介紹的那個方法 加上一堆主機定義 噢噢噢噢噢噢 這一群都是Linus Linus都看這個檔案 Windows都看這個檔案 那在這邊呢 我們幫各位寫好一個 比較簡單一點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佈置一個 建立一個檔案 叫做Windows PC 然後把這些區段 佈置過去 可是我們現在還沒建Windows那一台 你可以先佈置一個Linus Server 把它佈置起來 那請各位記得 佈置完 你存成什麼檔名 都可以 但是你要告訴你的Nagios 我現在檔案在哪裡 所以這樣子 你可以去測試 Nagios-b 你還是一樣叫他去測 你的Nagios這個設定檔 但是呢 他在這邊就會看到 他會去檢查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關心了 我寫的 他有沒有在那邊檢查 就順便讀進去 有讀進去 你才會看到 主機有增加 或服務有增加 依照你所定義的相置 那可以嗎 所以這一段呢 可能就請各位 依照這邊的範本去 佈置 然後並且建立一個檔案 把它貼上之後 用Nagios實行檢查 但是這邊 文字敘述比較多 就是三個類別 第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範本檔 Template 那裡面Template 定義了主機群的樣式 預設已經有Linus PC 跟Windows 那另外你的工作時間 是在Time Period 工作時間的定義 還有你的服務總稱 會有Local Service 跟Genic Service 也定義在這個Template 這個檔案裡面 他會幫你設定這些 到底我測試間 有等等這些資訊 所以你有這三項都要記得 你要改的話 你要自我建議的話 可能就要設定一下 這三個選項之間的關係 那這裡這個範本 就是幫各位鞋行 可以直接這樣附置過去 設定一下 你自己想要自訂的 星期一到星期五 還是星期天這個寫法 來定義出來 方便你做一個呼叫的動作 可以嗎 那這個先設定出來 這邊就有 布置 把它變出來 修改一下你原本這個區段 然後變得改過去 再修改 Narcus.cfg 那個檔案一定要改 不然你會寫半天 都好了 而且還查不到錯誤 因為你所有檢查都一定正常 但是不會有動作 因為他不根本會看到它 所以不知道它是錯的 他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對的 很快就把它亂過一次 讓各位看一下 這是因為我剛才那個 攝影機在那邊當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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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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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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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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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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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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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though THUD SERV S,S,S,E,S.EV Ws 好 然後呢 快來這邊看一下我們的第一個 主機 就是多一台數字130有沒有 第二個 服務 剛剛的 欸 檢查跟目錄耶 帥啊 中文啊 耶 我真的沒講過中文 真的 I swear 酷 謝謝各位讓我們知道 host group Leader server OK Leader server 然後Windows PC OK嗎 OK 大概就簡單demo一下 這其實就是這個 那Windows的部分其實 Windows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Windows的部分本來是最簡單 因為這是下谷下谷下谷 對 我們不好意思 當面這個太多時間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你只要去這個專案 這個source code去專案上面 他這邊有 這邊有 這邊有檔案 看你是32bit 64bit 這裡 有沒有 我們幫各位都把Leader建好了 所以這地方你可以去download 所以你可以去download 其實你可以去選擇 就是不同的平台 就是download 其實他會自動幫你去偵測啦 不過我不知道用Windows 他會叫你當我什麼鬼 我講的是實話 所以如果是Windows 他事實上會去偵測你用的是什麼樣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download 那當我玩的時候就會安裝精靈 然後就下一步 有沒有 我接受合約 可以嗎 然後呢 下一步 Windows不就這樣嗎 然後他會幫你看有沒有舊的設定檔 新的就沒有 如果是舊的就會要套用舊的設定檔 有沒有 新的就是下一步 你也沒什麼好按 你也不能按 最重要是這裡 我們有學過hosts allowed 對不對 就這地方要麻煩你填入我的Nokios主機的IP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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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該勾的可以勾的全部勾一勾 沒有 這意思是說 我可不可以去使用 是checkpluging 有沒有 一般來講都可以勾 那只有一個是 如果你沒有做NSCA的話 有沒有 你就不用做NSCA 然後接著我要不要做NRPE 啊 nsclincer 我可不可以用checkit的pluging 有沒有 好 下一步 對 Windows就是很簡單 其實我們也可以直接下載 OK 接下來就 就現在就很簡單 剛剛的Windows complete連改都不一樣 call過去的時候 把IP 改過去就好了 把主機名稱 有沒有 改過去 然後把IP改過去就OK了 就像這樣子 可以嗎 因為Windows Windows的 飯門改成Windows比較麻煩 因為它的那個pluging是不一樣的 Windows本身就是用 用這個 用這個一樣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有說過 一般的PC不會開IIS 可以看到IIN一下的發生狀況 那記得 土機的群組幫我注意一下 可以嗎 這其實我們都聽不懂過了 你只要照著 絕對沒有問題的 OK 那一樣 VI 那QStand Configure 再把那個129 有沒有 這129把它加進來 可以嗎 加進來的時候呢 一樣再Check一次 我覺得它很棒的 就是發生問題都會告訴我 有沒有 好 這樣其實我們的Level就完成了 那你的Windows就會被拉進來 好 那 這個叫Option 就是原本就不 如果真的各位做超快 我們才會做到這個 這就是你透過即時通訊軟體來做 這個其實倒是蠻好玩的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這個是如果 我們看就好 如果 就是你去裝一個叫Pearl的Net的 你去搜尋 然後呢 裝兩個套件 一個叫做PearlNet的Jarber 一個叫PearlNet的SMPT 這裝起來的時候呢 這樣把它裝起來 裝起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 如果它有Pro的程式 你去VI 然後你把這一行整個COVID-Test 這邊不要真的 這邊就麻煩你幫我輸入你的Google帳號 跟Google的密碼 可以嗎 好 這時候就可以做些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算不玩Nagios 你可以直接這樣做 你可以把它VR 你可以打Pearl 然後呢 剛剛就是程式 然後呢 這是你要去傳訊息的Google帳號 所以不要緊張 這兩個人要互相為Google Talk的朋友 你就可以把後面訊息傳給他 所以就算你今天Nagios都不玩 你可以玩這個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來當作是Google Talk的 傳訊息的API 看這個意思嗎 OK 好 所以這個時候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在我們的 一樣在我們的commit config 就像一樣 就是你用CopyPass的 就是把這個有沒有 Notify通知 via 就透過 Java 這叫Java 然後呢 把這個CopyPass的 然後這邊是告訴你 我要通知誰 OK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在 記不記得我們每個東西要聯絡了 有沒有 contract 有沒有 在聯絡裡面加到一個東西 叫做Pager 歌詞 有沒有 傳訊息就是你要傳送的 用哪個Google招來傳 這個麻煩你不要用 在公司不要用你個人的 Google申請不用錢 可以嗎 Google申請不用錢 去申請一個免費的Google帳號 有沒有 用Google帳號來做就好了 然後這個帳號跟你變成好朋友 有沒有 放置 要不要跟老闆變好朋友 要去你才會把他手上 好 然後在Temperate底下 就是Temperate底下 這邊是一般的聯絡人 有沒有 一般聯絡人事實上是 一般聯絡人是 通知那個Demail 你只要把它加上 原本是用Email通知你嘛 對不對 你只要再加上 ByDriver的方式 用Google Talk 你用你的 你的Smartphone就會一直叫 你的Smartphone就會一直叫 OK 要檢查沒有方式 OK 它這個比較無聊 這是剛剛出來的圖 這是我自己很龜芒 Maps這個圖 我看不到 汽油就覺得不爽 這樣子 看不到Windows 我看不到Lauter 就覺得不爽 這Alias就是 你移上去 就是他就在這邊 去資訊上面出現 所以這個其實是告訴你說 這邊有很多那種Logo可以 可以按 就是可以抓 就可以把Logo放上去 所以這個Logo 就能長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換成你想要的 有沒有 你看你要走15派 印象派 抽香派 自學派的就可以 對啊 我比較喜歡Bass那個 那個影像 影像 我比較喜歡 有個叫做Bass Image 這個Bass Image OK 這個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 SVG他們自己畫的 有沒有 他就像這樣 我比較喜歡這一套 他沒有人說你一定要叫這一套 這邊這個就可以 旁邊有Redhead 機器有沒有 蘋果啊 這個也是蘋果 然後什麼 Windows Windows 哇 這個好懷念啊 Windows95的Logo 我還在想畫 好懷念Logo Oh I love it 然後所以就是Bass Image 抓下來 其實那就是很多東西可以做齁 所以你抓下來其實做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可以在你的主機聲音檔加上一套host 或者叫主機對不對 第一個叫extended 延伸的information 剛剛講說我的icon的影像在哪裡 icon的在哪邊 icon的image outer就是萬一這個影像 這個圖出來的時候 你要顯示什麼文字有沒有 好 那你可以使用 你可以使用GIF 那你可以使用什麼 GD2 這樣會比較省資源 這樣會比較省資源 然後你就把這個東西寫下去 copy過去就好了 所以 這個還是會告訴你 你知道我是這個很偷懶對不對 哪一台一台這樣主機設 啼笑對不對 這怎麼辦 真的真的 還有template 所以 everything everything for lucky or smart we use tablet 沒有template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need server嗎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怎樣 就這樣說 i-time management i-time management 然後你的status map 把它放下來就好了 幹嘛一個一個做 我哪個是沒有人家一個一個做的 所以做出來的時候就像這樣 Linus needs me 所以沒什麼問題 OK 好 chubbleshooting 最後一個 要準時放課 對不起 等我你們十分鐘 所以最後面 如果說今天 如果有一台是不是掛掉了 是不是掛掉的時候 或是你要對某個服務去 比如說下schedule 你 紅色是一定要填的 沒有錯 所以紅色要填 你都不填 然後你罵人家 所以OK 然後你這邊有car meter 所以不能update 最後這個 這個看完就可以放回去 好 所以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權限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是 我們去看一下 好 當然你去break 這是偷懶啦 因為叫Nakios 我打NH1 117底下 有沒有 所以Nakios 這邊有Nakios 跟Nakios 有沒有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看一個東西 好 所以 H1的群組是Nakios 康貝的群組 所以當你去看LSHL 看一下 VAD score 底下的Nak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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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麼 其實HTVD的執行者 沒有前線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你把群組改成 這個群組 改成 改成那個Nakios 有沒有 就可以執行 下線 好 那 回到剛剛那個地方 好 Point comment 稍微 要reload一次 要restart一次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就是各位 給各位 可以嗎 好 不好意思 今天他會不會有一點點時間 那我一幕先幫你各位 有問題還是可以